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再看 fiber 纤维,我们的这个fiber blend 所以呢,每一个人呢,几乎呢 其实很多人对便秘的概念不是非常的清楚 你一天呢,吃三餐 你最少一定要排两次 我们的肠,为什么它叫肠 就是因为它很肠 所以它叫肠 所以呢,我们有分大肠跟小肠 食物的消化吸收呢,是四到八个小时 也就是说,如果你是吃固体的食物 它最长的时间,八到十二个小时 甚至到二十四小时就要出来了 那留在体内超过四十八小时 它肯定是一个剧毒 听到没有 然后呢,液体状的食物呢 四个小时 所以呢,有的人如果你一吃三餐 你一天大便一次 其实你已经叫便秘了 你想一下 三餐,两餐去了哪里 听到没有,不daily 听到没有 所以呢,那两天大便一次的人呢 就叫严重便秘 三天大便一次的人叫做很严重便秘 四天大便的人呢 叫做非常严重便秘 五天大便的人呢 叫很非常严重便秘 听到没有 所以呢,诺药常青 常中常青 诺药无死 常中无死 所以呢,也就是说 如果想要长寿 你的肠道一定要通 所以刚才我一开始就这样了 两个通道不能够阻塞 一就是血管通道 第二就是肠道 所以呢,肠道如果没有每天 把粪便给排出来的时候呢 肠道累积久的这些粪便 就变成素便 素便就是百病之炎 我们的身体有超过70%的 这些毒素 胆固醇 胆汁 OK 胆黄素 全部都是由肠道排出来 所以一个人如果不大便 你看他的身体就会黄黄的 看到吗 所以感觉你看到人家 黄黄就是他有便秘问题 你问他有没有 他讲没有 但是他五天大一次 这些人是没有受过正统的营养教育 我们甚至有这些对象 他一个礼拜不能够大便 去看医生 医生讲是正常的 OK 然后呢 因为有人比他更久 有的人 You are normal Because somebody are 8 days only come out 听到没有 所以你自己想就懂了嘛 你吃不完的食物 你放在你的这个柜子里面 如果不放冷藏的话 第二天能不能吃啊 不能了 体内温度36度 细菌的温床啊 听到没有 放里面两天不出来会怎样 所以现在已经有很多的报告 癌症的候选人的第一条 就是便秘 听到没有 便秘就是癌症候选人 所以呢 你如果今天 在每一个餐前有一种习惯 就是咬两颗纤维片 听到没有 然后呢 才进食 你会大量的减少你便秘的问题 因为呢 安利的fiber blend里面呢 它不像外面的蟹药 外面的人是这样的 那些人哦 没下营养科 他们是要等到便秘才吃fiber 对啊 然后他们去外面买的那些 都好像是茶包的 没有 然后呢 冲茶来喝 然后喝完去蟹 他就叫我有吃fiber 其实那个本本不是fiber来的 那个是蟹药 里面可能加了荷叶的成分 听到没有 所以呢 他一不吃 他就不能够了 肠道褥动 根本是没有真正得到改变 甚至严重便秘的人 你去看那些专科 他也是给你吃蟹药 但是呢 长久过后呢 有可能严重到 你需要做人工粪袋 你就完蛋了 为什么呢 肠会怎么样呢 失控 大便失禁 听到没有 所以肠道的褥动 是需要锻炼的 肠道的褥动呢 是透过什么来锻炼 纤维 明白没有 就好像很简单 如果你的这个脚 你股长期不给它走 听到没有 以后就不用走了 就要做罗尼 对还是不对 那你的肠道本来 都是要褥动的 但是竟然有人建议 你是用蟹药 蟹它出来 明白没有 所以很多人讲 M8的fiber 吃了没有效的 听到没有 并不是M8的fiber害你 是你自己肠道 本来就不会动 明白没有 所以M8的fiber blend 里面有13种的 这个膳食纤维 有肺溶性跟水溶性的 肺溶性纤维 能够增加粪便的体积 所以吃了一段时间 安利的fiber blend 你就会看到这种情况 两头尖尖 中间胖胖 前后12寸 金碧辉煌 那这个水溶性纤维呢 它能够呢 降低跟阻挡 糖的升高 然后呢 还有呢 能够引致胆固醇 被肠道过度的吸收 所以呢 有胆固醇 糖尿病 想要增加饱感 甚至想要减肥的人 在餐前 都可以吃两到三个的纤维 安利的fiber blend 里面还有增加的 FOS 叫做Fructo-Oligo Saccharide 它是低寡糖 也是这个 Probiotic 这个就是什么呢 是义菌的食物 听到没有 义菌要通过消化这个低寡糖 它甚至呢 义菌在消化低寡糖的时候呢 OK 它会产生更多的B5 就是Pantodetic Acid OK 就是B5 所以呢 这个fiber 小孩子可以不可以吃啊 可以 小孩子是很少吃纤维蔬菜水果的 能够给它 那如果孩子觉得 不能够咬的话 能不能把它放在Fiber 放在Activate给它喝啊 可以 所以 这个纤维是很好的 明白没有 有没有人吃了纤维不能够拉 是因为水分不够了 那水分喝不够的话呢 如果他一喝够 他有可能会排 那如果喝了水够 纤维吃的够 还不会拉 就是有义菌不够 听到没有 你就给它吃有义菌 那义菌不够呢 OK 吃到够的时候呢 它拉的时候呢 它还不拉 就是它的肠乳道有问题 你可以增加CoreQ10 加长它的蠕动 听到没有 那如果再不可以的话 就介绍它什么 阿弥陀金 有默契啦 小孩子啊 咬下去了吃 一天吃几粒没有问题啊 纤维如果一天吃50粒可以有 有问题吗 你吃很多的菜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你就要餐前两三粒 一天两三粒都没有吃的 我家宝贝一天当糖果 六九粒这样来吃 它的分别大大条 妹妹的 三岁啊 两三粒都没事 纤维的 小孩子的身体 越多纤维的话 它的这个肠道的干净度 就会叶高 因为他们是没有什么 吃到果菜 那大人的话 我觉得两三粒是不够的 因为刚才我看到 有人吃了那么一叠的东西 那两粒的纤维 那我们的纤维 它能够膨胀15倍 在尝到 一颗纤维能够膨胀15倍 好 所以回去吃 所以那些分别小小的 然后你最近看到 你的大便的不成型的 你就吃一段时间 你就会看到 有形状的大便出来 OK 所以分别不成型 是很不好的 它会塞住我们的这个 肠的这个 这个睫毛 这个这个绒毛那边的 OK好 来还有吗 纤维的 OK 所以纤维不会有人 吃过量的轻松 你也不会吃到过量的 当然可以啊 就是清它的肠过后 那个垃圾出来了 好的东西才会进去吗 心脏小肠肝跟胆 OK 清胆清肠清肝 都是要一样的 好来我们看 我们看 我们看 我们看